神是不改变的神 可是往往祷告当中经历了改变 这个改变是透过祷告能改变 是透过祷告改变了神的心意吗 首先第一点神是不改变的 这是圣经明确的启示 神的不改变是指 祂的属性 祂的计划 甚至祂的作为也不改变 上帝不改变是因为祂是自有拥有的神 祂不依赖祂自身之外的事物 所以祂不受外界因素影响而发生改变 那神的旨意是不改变的 神的旨意里面包含着隐藏的旨意和显明的旨意 上帝对整个宇宙人类的计划 在创世之前就有一个完美的完全的计划 整全的计划 而那个计划没有向我们完全显明出来 所以有一部分祂的旨意是隐藏的 没有向我们显明的 另一部分却是向我们显明的 神命令的 神吩咐的 神启示出来的 借着律法和福音显明出来 那上帝祂要成就自己的旨意和计划 祂不是自动的 机械式的 让祂所要成就的旨意计划就越过人的意志去成就好 上帝喜悦 借着我们的祷告 成就祂的旨意 所以祂应许的时候 祂也吩咐我们求 祂应许了 祂不是直接从天上空头给我们完事了 祂应许的时候吸引我们 还吩咐我们去祷告 让我们透过祷告获得 这是最近我讲基督教要议的时候 其实也谈到了 第一讲 祷告的必要性 祷告的性质 上帝乐于赐福 祂愿意给 但祂应许 祂也吩咐我们祷告 让我们意识到 我在祷告当中获得的 激发我们 可目寻求祂火热的心 神喜悦 借着我们的祷告 成就祂的旨意 祷告的精髓 不是说服神 改变祂的计划 我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 什么我祷告摇动你的神的手 祷告什么震动你的宝座 吓死了 我们是谁呀 上帝的国 上帝的宝座是永远坚定的 谁敢说能摇动祂的宝座 那个宝座那么容易被你摇动的话 那上帝如何统治这个世界 我们比上帝还厉害了 稍微呼吸一下 唱几首赞美 那个宝座就直接 只晃悠 晃悠很一点的话 上帝还那么好从宝座上掉下来呢 上帝不愿给 然后我们抓着手 硬硬 摇动你手 这个上帝不给不给 然后摇来摇去 摇得太厉害了 松手 完全错误的概念 当然诗歌就是诗歌 诗歌可能有诗歌表达的那种形式 我们不必校正 但是这种诗歌里面 隐藏着非常危险的错误的神学 上帝哪是那样的 完全从人的角度 人的角度 好像上帝不给我们硬要 然后紧实打滚 最后改变了神的想法 拉倒吧 就像那个寡妇 莫及莫及莫及 为了省心 玩个麻将都玩不好 赶紧打发她走了吧 上帝是那样的上帝吗 上帝给我们讲 那个比喻是那个意图吗 根本不是 后面结尾的时候 你们这个 肉身的父母尚且知道 把好东西给你们 更何况你们 在天上的父母 岂不乐意将更好的赐给你们 本心是愿意赐 所以他应许 然后又吩咐我们去祷告 不听的时候 还用比喻来劝勉我们祷告 所以上帝愿意给 不是我们改变了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不可能改变的 祷告的精髓是什么呢 不是改变神的旨意 而是成就神的旨意 顺从显明的神的旨意来祷告 最重要的是 显明神的旨意祷告 那你为什么 你将你的忧虑重担谢给神呢 那不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要将你的忧虑重担谢给神吗 你为什么祷告呢 那是因为圣经应许我们要祷告 吩咐我们要祷告 教导我们要祷告 鼓励我们祷告 劝民我们祷告 你才祷告对不对 这都是顺从神的旨意祷告 问题是祷告的内容是吗 无论求什么 我都必 我父必应 我的名赐给你们 无论求什么 这句话不是说 给我个空头支标 然后我就可以随便求上帝 我要做上帝 然后上帝就阿们 然后照办 是主人 你的这个订单已经收到 我照 马上等我三分钟 保准有求必应 阿拉神灯 不是这么回事 前面是照着神的旨意 同样说这个话的约翰 他在约翰一书里面 约翰福音里面 都提到了祷告 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 父必应我的名 应允给你们 所以这无论求什么 是用更新的心意 已经心意更新了的心意 按照神的旨意思考的心意 晓得何为神善良 纯翰可喜悦的旨意的心意 去祷告 他懂得什么是神所憎悟的 什么神是神所喜悦的 什么是神所恨悟的 他就不会求那些 出于贪心 自私邪恶的 而求的那个内容 而是求神的旨意 祷告 求神的旨意 所以祷告最重要的姿态 最精髓的表现 就是 科兴 马尼元的祷告 耶稣基督的 给我们展示出来的 这个祷告 倘若可行 他有他的表达 倘若可行 将这本撤去 但不要照我的意思 乃要照你的意思 祷告的精髓是 我的意思交托给神 降服于神 你的意思成就在我身上 玛利亚 我是主的婢女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 这个祷告是何等伟大的祷告 面临着一旦未婚先孕 当然跟约瑟也没关系 跟罗马兵地也没关系 处女怀孕 不管怎么地 在那个时代 还好希伯来人 以色列人 他们是经历过神迹的人 相信神的作为可以做 但一般人来说 这个女人 莫名其妙 有一天 越来越显怀了 她丈夫也懵 我从来没碰过她 为什么她怀孕了 肯定会有不忠 外遇的问题 对不对 那其他的村落呢 就约瑟这小子 不地道 未婚先同居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婢女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 这个不是脑袋 头脑发热 不晓得他这样说的结果是什么 他是真的敬钱的人 顺从神 冒着生命的危险 被自己爱人误解 被名誉混坏 甚至被石头打死的这种可能性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 这种祷告是真正的祷告 顺从神的旨意的祷告 不是求自己带着无限的贪欲 欲求私欲 邪恶的欲望 然后来到神的面前 厚颜无耻的 不顾神的旨意 让神满足我们的私欲 那个不是祷告 那叫念佛 吃斋念佛 准确也不是吃斋念佛 那是拜偶像的人去上供 祈福 管他这个偶像 偶像的好处是什么 偶像从来不要求 拜他的人做什么 偶像只是满足 拜他的人这个愿望就行 只要给他个猪头 什么香蕉水果 贿赂他 他必须得有求必应 所以偶像的精髓是 人的欲望 满足人 好像在拜他 实际上是我拿丢点小钱 我供上的那些东西 我人生的极为小的一部分 贿赂贿赂他 他满足我的欲望 所以偶像背后最大的神 是我自己 我自己的欲求 祷告不是这么回事 祷告是顺从 所以有些基督徒 为什么越祷告越骄傲 越祷告越傲慢 越祷告越不知天高低厚 越祷告越不像人 好像很属灵 实际上他根本不是在祷告 真正的祷告是不断的舍己 不断的意识到神的旨意 主啊 我里面这么多的骄傲 你让我们谦卑 但是我谦卑不下来 主啊 你让我爱某某人 但是我想起来 他的脸 我就心里面就痛 爱不起来 主 你让我去帮助谁 但是我就心疼我那个钱 我就拿不出来 主啊 帮助我 顺从的祷告 不要照我的意思 你要照你的意思 奥古斯丁说 求你吩咐你所命定的 赐我你所命令的 什么意思呢 你命令的都是你所愿意的 但是求你赐给我你所命令的 前面说呢 凡上帝所命令的都是神的旨意 后面说呢 主啊 赐给我你所命令的 也就是说 我做不到顺从你的旨意 但是主啊 你帮助我 让我能够顺服你的吩咐 你的旨意 所以祷告的精髓是 我自己不足 前面说我不配 我软弱 但是主啊 帮助我 是我能够顺从你的旨意 这是祷告的精神 精髓 在顺从神 服侍神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无能 感受到自己的无助 需要神的恩典的时候 所以才祷告嘛 对不对 在服侍的过程当中 什么生活当中 敬拜神 侍奉神的过程当中 生活当中 遇到什么难处 根本是为了顺从神的旨意 遇到了这个麻烦 影响了你的 师父 所以为这个难处祷告嘛 对不对 只是想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